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新一年才长一公尺 生命周期长 常常隔三代才成大树 所以有公孙树的美名 诸葛栋不造劲 不考虑利润 却在末日回首有最直接的回馈 他不能树成的 你不能说我今年做明年就要看到成果 你可能要忘了他 忘了他 几年以后你再一回首 你会很惊奇 哇 原来我们种的树太漂亮 感动从自然中体会 诸葛栋把这块森林当作画布 用季节生态调色也肩负保育责任 我们上一代可能是一个破坏者 然后我们下一代就是一部维护者 我们是做一个修复动作 就是把地球回到它原来那种样子 若是养生观念 朱国栋也开发茶饮 让健康同时以满视觉捍卫� 种树是人对土地最好的回馈了 真的很开心 我们可以在台中县和平乡的山林间 看到有心人 默默地用自己的力量 维护一片美丽的山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